uncreation 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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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宇昌 今天谈 從民間角度看民事检佩派的 結構化 那會有這個演講是因為之前其實有跟Whiskey一起協助司法院的案例 那有協助把嘗試讓司法院背後促成判決和裁定的裁判改用Acomana Toso 那所以我會有這次的演講 那還是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自由環體工作者人工民記者宇昌 那之前在民間司法會擔任資訊專業 現在是唐中政委辦公室的研究員 那目前裁判書格式大概長什麼樣呢 如果你上網搜尋的話 這邊以實際強按的裁判書為例大概其實是長這個樣子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部分呢 這裡其實是他有一些簡單的格式化東西 他是用table存起來的一個裁判字號裁判日期按有 那接下來裁判全文這個地方全部是用pre所合起來的 這全部都是全文字 而且旁邊這個換行是自己手動換行 就是你如果複製貼上的話你要自己把這個換行取代掉 那當然前面這個地方就是自己加空白 讓他看起來好像好像有縮牌這樣 那最後會有 最後這個地方會有一個聚上論斷 然後最後是告訴你法官是誰 正本於原本五億這樣子 然後以及這個說明 那最早以前其實這個格式會有一些問題 包含說是如果你今天找到了這個判決書 你要跟別人分享 你如果複製這個網址去給別人 那他可能貼上去他會回到原位 那現在司法院有加入分享網址的功能 所以可以讓大家可以分享 但是這個網址其實蠻髒的 那旁邊有加上行號可以幫助大家進一步的考驗裡面內容 那司法院其實現在也已經把裁判書放在Open Data 平台了 但他只是用JSON 的格式把這些資料包起來而已 那裡面的文字事實上是沒有分短的 那所以後來召開四改國事會議之後呢 張維基也是一個委員 然後裡面有提到Akoma拿拖手 所以才開始有這個計畫 嘗試來做一些改進 好 那所以這個審判系統 背後他可以採用的資料儲存格式呢 這邊要講的是Akoma拿拖手這一個技術 那他是什麼呢 他其實是西非阿坎語中的Link Hub 的意思 那他原來是用議會立法和司法 各種法律文件的SML的開放格式 那原來是一個強化議會資訊系統 強化非洲議會的資訊系統的一個計畫的制定 那這個格式後來就是被美國的United State 就是Lative Markup 和巴西的LXML 巴西爾的SML 都跟Akoma拿拖手相容 那2014年的時候 英國國家檔案館 也把他們立法文件轉換到Akoma拿拖手 那有誰在用呢 事實上像是歐洲議會 英國國家檔案館 美國眾議院都在使用 還有其實像PDIX小路常使用的SELIT 這個主制稿服務 背後其實也是Akoma拿拖手 他可以用在法律行政命令 修正動議 會議紀錄 司法裁判等等不同的格式 那也可以用在政府的法律文件宣言公報 和文件的集合 那結構大概長這個樣子 就是 這是一個基本Akoma拿拖手的樣態 他包含了 各種Akoma拿拖手 基本上都會有這些類似的要素 當然有些可能會有一些簡單的抽換 那第一頁就是COVER 就是文件故意的訊息 包含發行者是誰啊 立法機關人數 會議次數等等 那再來會有一個META的部分 META其實是跟HTML的META 其實是類似的 他裡面放的是一些不會顯示的一些資訊 那他主要就是把文本的整理 或每個片段定義把它分出來 包含像是關鍵字這個文件的編修記錄 它背後的事件發生的狀況等等 引用文獻這些 那再來是preface這個是介紹文字 那包含這個文件的一些基本訊息 然後文件標題提案當局識別號批准預期 那再來是證明文字 包含法律文件的動機和理由 或者是相關的法律依據 準備行為 立法程序 說明這個文件的背後的動機目的和法律基礎等等 那最後在中間這裡其實是最主要的就是證文的部分 那他會依據他不同的文件類型 有不同的證文的tag 那如果是一般最常見的法案 他最常使用的法案是buddy 那會議紀錄 然後也是包含像fait主制稿 是C&PfaitBuddy 那如果是司法裁判就是judgmentBuddy 那像是會議報告 書證動域文件籍文件類部分 這些都是使用不一樣的格式這樣子 那這些東西其實他就可以包含在一些一個 組合起來成為一個文件籍 那結論的地方 其實一般來說我們可能以為這個是放結論 但其實他大部分是放文件最後的署名跟預期 就是這個東西是由誰所簽署的 什麼預期簽署的 那作者是注釋呢 就是你可以自己添加一些作者自己的一些筆記跟一些想法 那以及後面的附件 附件的話一般像是裁判可能會使用附表 那或者是附上的文件 那可以是附入或者是相關的資訊息或記錄信資料 他也可以是批准的另外一個國際協議 或者是附於批准他們法案背後的一些文件等等 那原件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包含一些額外的一些 文字或者獨立作品放在裡面這樣子 那如果他把它套到裁判書上面的話呢 那結構就會長像這個樣子 那其實基本上跟剛才的東西類似的 就是把acomana poso 然後用judgment把下面的東西包起來 包含了剛才的meta 黑的judgment body 然後後面有conclusion authorial node 還有attachment 那前面一開始這個meta的identification呢 它其實是比較複雜比較麻煩一點的 那它其實是採用 它其實裡面的結構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那它其實是一個國際的樹木分類系統叫FRBR 那這個FRBR呢 它事實上把一個作品它其實分成三個不同的層級 它其實是分成四個不同的層級 但第四個層級我們這邊是沒有寫出來的 第一個層級最高的層級是所謂的作品 舉例來說像是《紅龍夢》是一個作品 是71995這個電影還是一個作品 或者是其他的書本這些都是一個作品 那這個作品呢 它可能有不同的翻譯版 反正就是一個expression 像是表達形式 像是中文版 英文版 或者是電視劇 或者是電影 那再來它會有它自己的表現形式 像是這個地方可以有紙本書 或者是電子書 或者是sml 或者是網頁 那最後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是item item就是說它的各個不同的東西 比如說紙本書 它可能已經有5000本 這5000本每個都是獨立的item 那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是一個sml文件 所以我們就沒有把這個item放進來 那放到sml的格式裡面 大家就可以看到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地方像是前面是一個國筆 也會放上去是tw 然後中間express這個地方的ch i 其實代表的是中文的意思 那當然這個地方其實也有 還是在思考 因為它這個地方的中文 不管是簡體中文或反體中文 它都叫都是ch i 那如果是我們希望可以更好的話 當然是有像vhtw或vhcm這種東西 會更細緻一點 那後面這個地方就格式 它的formate是fml 然後複打名是fml或akm這樣 等等 那前面這個地方它有一個 irr這個東西就是它的一個位置 那它其實有一個比較嚴格的定義 包含前面是akm中間是什麼 然後一路下去的這個位置 它原來想像就是你把這個東西 我們用中文來表達它長這個樣子 就是你可以把這些 所謂的acomana toso的文件就像檔案一樣 放在伺服器上面 然後用靜態的方式提供 然後它因為它你可以利用 然後用irr這個url的位置 直接找到這個東西 它在這個伺服器上面的位置 接下來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以風類似像api一樣的服務 可以讓大家可以去靜態的運用 那它像它前面是tw以後 接下來會接類型 然後以及這個文件發布的日期 然後文件的名稱或者是編號 接下來是語系以及版本 那當然如果說你今天是work的話 你就是到文件名稱跟那個頻率 如果是到expression就是到語系 以及到最後可能還有版本 那舉例來說像是這個是一個裁判書 它就是一個台灣的裁判書 judgment 然後這是它發布的日期 然後它是由鳳山的檢疫庭所公佈的 這是民事法庭的一個裁判 然後是105年度至 105年奉檢至第746號這個案件 這個第一個裁判書 那它是中文的 以及它是SNL格式釋出 那下面這個東西 它是跟民事訴訟法的一個例子 它是台灣的法案 然後2015年7月1號最後去修正 的民事訴訟法 然後中文的版本 主要的版本 然後後面這個地方 這個 這個是什麼 後面的這一串 那其實它是代表它在文章裡面的地方 舉例來說這個地方其實代表的是 第255條的第一項第三款 這個是它是這樣訂出來的 那接下來 publication這個東西是文件的發布日期 像是這個地方會有一個發布日期 然後裡面可能會放一下它的number這樣子 那classification它主要是放關鍵字 一般放這個案子的相關按鈕 舉例來說像是一個classification 裡面可以有多個teword 那像是它是一個給付票款相關的案件這樣子 那裡面可能還可以再增加其他得到 那再來是life cycle 是文件發布跟修正的歷程 那像是裡面其實可以有多個event日期 包含像是這個文件一開始 public的時候是長這個樣子 它是在2017年3月30號發布的 那或者是主要來說這個是民法的一個歷程 你可以看到它一開始是在1929年5月23日 被生產出來的 是制定的 那後面可能中間有好幾個 那接下來是1月27號的修正 依據哪一個公佈第幾條條文 以及最後有一個amendement的修正 那workflow是它文件所屬的發生歷程 舉例來說像是審判的起訴時間 它什麼時候起訴 它開型的開了幾次 然後準備程序是什麼時候 辯論終結或宣盤 然後舉例來說像是 它是一個workflow裡面可以夾多個step 然後會像這個樣子 就是辯論終結和宣盤這樣 跟NLI其實是案件的結果 那這個東西是以前 其實我們的裁判處比較少會總結出來的東西 那它其實是有一個result的東西在裡面 那這個它的type 這邊司法院那邊有建議 可以放全部勝訴 全部敗訴 或一部勝雪 一部敗訴 就是有一些是法官核准 有些是法官是活回的這樣子 那再來是reference 這個東西是以案件有關的引用法條 判決和事件或人 那它裡面可以放的東西 其實是像是TLC Reference TLC Event 那TLC是什麼意思 是Top Level Concept的意思 就是一個最上位的概念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 Antology的一個概念 那Antology其實在哲學上叫本土論 它其實是亞里斯多德那時候所提出來的 它其實也是一種形式化 對共享概念體系 您介入詳細的說明 我覺得這個可能大家看的會比較 不太能理解是什麼 那我們舉個例子 舉例來說像是 左邊這個是黃金獵犬 它是一隻狗 右邊這隻 我們大家也都知道它是狗 可是我今天 你讓一個外星人來看 他一定覺得很奇怪 這兩個人長得不一樣 為什麼都是狗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腦袋裡面 對狗其實已經有一個上位的概念 那所以我們會知道 它符合狗的定義 它也符合狗的定義 那這個狗的概念就是Antology 那像是裁判的話 它就可以透過Antology來彼此互相認識 像這個裁判它可能引用了其他的裁判 它可能有相關的物件 它可能有相關的事件 比如說像318事件相關的裁判 或者它可能有地點 像是行政院、立法院 它可能有哪些檢察官、法官、律師 當事人跟他相關 而這個當事人 他可能又有怎麼樣的一個身份 那這個裁判可能又跟哪些法律條文 是相關的 然後就筆記就可以連成一個很龐大的筆記 那Top Level Concept 這個地方其實它有提到 它有包含像是概念 TLC Concept TLC Event Location 區域 物品 Object 主機Organization 人 person 或程序Process 我們這邊我放比較多是引用的部分 那還有像是角色、契約 圓件資料、關鍵字 或者是圓件 等等不同的東西都可以放在這裡 那我們放進來以後大概會像這樣 像這個是一個裁判書裡面 引用的相關法條 像它引用的民事訴訟法2555條 第一項第三款 然後引用的票據法第29條 然後上面HRIF就是這個東西 它的IRI 就是它的另外一個Acomana 頭首它所放的位置 然後這個下面還有包含聲音事件 像是高等法院的民事法律座談會 可以放在裡面 那像這個東西 可能就可以是一個國際檔或什麼 那再來Note是放筆記的地方 就是可以自己的添加 那它是Note裡面有好幾個Note 一樣的一個格式 那接下來是Header的部分 Header的部分其實在我們傳統的判決書裡面 其實是這樣的一大塊的地方 它可能包含了它是哪個法院的判決 是刑事或民事 然後它的判決字號 然後上訴人被告顯認辯護人 或者是被告原告 或者是還有主文的部分 那這裡法院以文件名稱 其實就是前面提到的部分 像是民事判決它的字號這樣子 那再來PARTY就是當事人的資料 那如果你是人而不是律師的話 你就是寫PARTY 那如果你是律師的話 你就是用LOE的 那這個方式可以標示這個人的身份是什麼 那再來是主文的部分 那主文就是比如說被告應該清償多少錢 那奇異之數駁回 那像這個有奇異之數駁回 就代表它是一度現實 一度百度 那像是這些主文的內容 那再來呢Judgment Body 就是底下的部分 理由的部分 那包含理由就一路到最後 這個法院的決定 那這塊部分呢其實 Aquamana它其實給了 Bugground, Introduction, Motivation 跟Decision的部分 那我們自己有在更細緻的處理裡面的內容 那目前Bugground主要它是講這個法條的背景 那因為這是一個背景資料 所以目前是暫時沒有使用這個區塊 那Introduction就是案件的事實跟雙方的生命 舉例來說它裡面的結構大概就是會放一個blocklist 然後裡面有很多個item 就有點像是HTML裡面的那個ul ol裡面簽著li是類似的是一個list的結構 那利用這個方式就可以一項項的簽進來 舉例來說像是Introduction裡面 我們就可以再放原告聲明的部分 還有被告聲明的部分這樣子 那舉例來說這是一個Introduction的內容 像是它前面是有程序的部分的一個事實 然後原來本來是請求多少 然後被告金合法通知沒有在這個時間內出庭 所以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原告起訴主張是怎麼樣呢 然後請求法院判決的結果是什麼 那被告他沒有在什麼時候出庭 但是依照他之前的請求 他要求的是原告之處駁回等等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裡面的一個內容 那再來是爭點的部分 Motivation這邊其實我們特別把它猜出一個是爭點 一個是reason 就是法院之後做決定的理由 那這兩塊其實之前的裁判書 要不要寫進去其實是法官自己決定的 但是如果有方式其實是對大家比較好 那這個爭點包含什麼 包含像是兩兆不爭執的事項是什麼 就是共同的一個基礎 以及兩兆這邊爭執的事項有哪一些 那接下來根據這些爭點 法院就可以在下面的reasoning交代還有裁判理由 他就會說依據不爭執的事項什麼什麼什麼的東西 原告主張的什麼東西應該是可以相信是真實等等 然後被告雖然怎麼樣 但是經過怎麼樣 所以我們決定怎麼樣 那這個方式可以告訴大家 以上上的理由是什麼 那最後就是法院的決定 所以就是比如說像是 最後我們決定就是言告之處有理由 判決就是主人等等這樣子 那conclusion的部分是放法官署名的部分 包含就是最後這個幾年幾月幾日這個法官 誰誰誰跟誰誰誰這樣子 那裡面就是放signature裡面放judge 那judge是法官嘛 所以就是裡面可以放多個法官這樣子 那也許有機會可以在裡面再加一些知識 比如說他是審判長 他是裴夕法官 還是壽命法官等等不同的身份 最後這也是作者筆記的部分 Authorical note 那像是我們判決裡面最常見 如果不符本判決 應該在判決送達後signature 怎麼樣提出上訴 那最後是副表跟副件的部分 好那這個地方是一個 Rony Wong後來做的一個範例 大家有機會可以點進去可以看到 他裡面有把各個不同的裁判書 做成了類似像這樣的結構 然後這邊是Aquamana的部分 右邊就是他顯示牆會長什麼樣子 其他就像這個就是你是判決 然後誰言告訴誰 主文是什麼 然後裡面的內容放在什麼地方 他是怎麼樣去做拍序這樣子 那可能很多人會很疑惑 這個資料格式跟以前比起來到底可以做什麼 那事實上其實回過來想想看大家過往的裁判書格式 他前面雖然有裁判日期 有暗游 然後但是底下的全文全部都是手動分段的 那這些東西其實如果你要解析的話呢 你就要寫像這樣的程式 這個regular expression 一個個把它全部拆出來 然後會非常非常的痛苦 那在Aquamana這個地方呢 你就可以上下面的neta 你可以提供更完整的資訊 就是你包含這個文件 他在整個伺服器或者Aquamana Toto的堆裡面 他的定位在哪個地方 那LiveCycle這個文件的過往的編修歷史 或者是他相關的事件的歷史 或是他引用的相關的一些 Table-level concept 那些ontology 那利用這些reference裡面的ontology 他還可以再進一步的去連結 更多的東西跟資料 那舉例來說他可以連結到相關的法條 那從那個法條我就可以去過例出 跟這個法條相關的裁判數有哪一些 甚至也可以過例他相關的勝負這樣子 那下面有分門別類的文字區塊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分出 什麼地方是真點 什麼地方是理由 什麼地方是法院的決定這樣子 那更進一步的話呢 其實他內文還可以用Table 再加上更多的標示 舉例來說呢 他可以用quantity來標示他是金額 320萬 或用location來標示 這個文內的地點在什麼地方 或者是用data來標記你說 像這個中華民國 我們台灣的裁判數都會寫 中華民國1比6年10月11日 那如果你用程式爬 你會爬到非常痛苦 那這個地方他就可以幫你 2017年10月11號 你的電腦就直接讀後面就好了 那reference這個地方呢 可以放其他的IRI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他所引用的相關的發票 或者是其他的文字檔案 那透過這種連結的方式 也可以讓裁判數連結到更多的疑惑 那未來在做電腦在做分析也有更多的疑惑 那這些東西就可以連結到ontology 然後做更多的連結 那舉個例子呢 我們可以做怎樣的分析呢 我們如果就以過往的法院能夠做個分析來說 他可以做的是按由跟法院的分析 那像是2016年就是續年 地方法院的案件量分析就要包含像是新北地院 他大概是將近八九千里的案件量 然後台北地院這樣一路下 你就可以很快的看到你的法院不同的案件的量 那你還可以分析他有哪些類別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形式的案件其實是佔比較大宗的 民視是比較少的 那你行政是更少的 那行事的部分呢就是公共危險罪最多 就是像車禍啊 就是公共危險罪 那再來是毒品相關的 然後再來是竊召過世相差等等 那如果說是地方法院就是像儲存判決 所納賠償啊 清廠借款啊 遺婚等等 你就可以很快知道我們法院的哪些案件 那最後像是行政大部分就是交通財政 因為大家被拆了罰單本送 所以就打官司 那像是這個行政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 像是車禍的部分呢 張永健博 中研院的張永健博 是他就自己去分析 裁判書裡面的各種內容 那包含像是他是誰誰勝誰負 然後車禍了以後 衛福基金他能夠判到多少 那他考了統計以後 他其實就發現一件事就是 他發現法官其實會有定勞效益 就是你一開始請求的金額 遠靠請求的賠償金額如果一開始是比較高的 那你請求到的最後的金額也是比較高的 如果你請求金額是低的 那你的結果就是比較低 那他認為這個地方其實是發生了不毛效應 所以藉由對這種裁判書的分析 其實我們可以從背後 更可以分析出法官他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他是不是其實有受到一部分人性的影響 那進而從這個地方就可以去檢討我們的司法體制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幫助法官更好的做決定 而不是容易被他的人性作用 那當然他做這個東西 他是自己從那些滿滿的文字海裡面去過濾出這些 為附近的資料請求的資料 所以相信他一定在某個夜深人進的時候 我個人覺得如果我是他我應該會這樣說 我從文字分析主導真的很辛苦也很痛苦 那所以如果有更多資訊的話呢 舉例來說像是Acomana Toso 他前面的Neta他有文件的編修歷程 你就可以看見裁判書的修正更新的這個歷程 那你可以從案由包含前面的當事人的人數開庭時程 你可以分析每個案件 每個個案法院的工作負荷 那如果你有當事人雙方欄位是不是有律師在這樣按勝負 你就可以了解律師是不是真的會影響案件的勝負 那引用法條按由跟勝負 你就可以了解說這個法條他所相關的案件有哪一些 那這些案件裡面這個法條的狀況是勝還是負 了解法律在適用上的狀況 那如果你用引用法條按由跟所屬法院 你就可以了解說他這個所屬的這個法院的地區 他發生的案件有哪一些 那他們一般會提供怎樣的法條這樣子 那可是這一切其實都需要更完整的一個資料生態系 大家可以發現前面的東西可以連在一起的原因 是因為ontology它的生態系統成功的被建立起來 包含你要定義好什麼東西要犯ontology 然後你要怎麼去連結這個案件的ontology 那以及包含法案包含案件包含會議資料這些東西 可能都要有Acomana投手的一個資料格式在背後支撐 那他需要補習的有哪些 比如說像是法規資料庫的建制 那是可能需要司法院跟法務部的配合 那再來像是司法院內部審判系統直接 那這個是司法院 那如果說更前面的起訴書偵查出狀 Acomana投手 那這個就要法務部 甚至內政部的警政府 在偵查案件的時候就能夠引入這樣的格式 然後更細緻的文件套用方式 或者是內部文字的在地化和自動化 這個就要司法院跟法務部在一起協力 那最後我想給結尾其實是 開放司法基金其實不只是服務法官 那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服務有需要的人民 達到一個雙贏的結果 那有這些資料呢 我們也才能去了解法官的工作狀況 那也了解台灣的司法現況 甚至呢利用這些資料 再來研明新的政策 或者是調整法院的資源分配 比如說我可以知道什麼案件的法官 現在台灣是缺者 那我可以儘快的調整法官的分配 或者是哪些法官他需要更多的資源來支援 讓他可以去好好的工作 那最後這個藍尼語還是要感謝司法院資訊處 那他們其實也是蠻缺資源 不管是錢或人的資源 所以未來也希望大家可以給他們更多的支持跟資源 讓他們把這個案子好好的做完 然後從根本去改變司法院的審判系統 那謝謝大家 好 有人有問題要問嗎 你可以 對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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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